就說內部的一個 宋淑儀因素對國民黨 陳水扁的特色以後 對民進黨包括第三個颱風 就是北京因素 外部因素 當然我們無從判斷 因為這三個三台效應 尬下去 酸骨都很難說 有共辦效應 吳醫生 我想你看看這個 我們先來解讀這個 國台辦發言的回應 就是兩岸 兩會不用談了啦 未來也是動盪不安 這話是蠻重的 但是其實不管運盆或這個 利民他們有個論述 這論述是我自己研究 從明清以來到當代中共的歷史 中國皇帝 中國領導者 是對一世紀大很堅持的 我是帝國唯一 我是絕對的 大清帝國 大門帝國 或一個中國 但他又有務實的 彈性的 你看 他對香港民主派 其實也在溝通協調 我說他有很強硬的一世紀型態 在手段上也是蠻柔軟 他同時硬做的 所以我無從判斷說 到底他對蔡主席 假設民進黨執政他怎麼應對 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怎麼看國台辦 跟蔡主席今天最新的反應 說我有橄欖枝啊 我丟出橄欖枝 你怎麼不了解我呢 你在看嗎 如果蔡英文他的十年正綱 裡面有橄欖枝的話 不必蔡英文自己講 不必老王賣瓜 大家就會互相去解讀出來 他沒有談台獨 一樣啊 一樣啊 那你沒有談中華民國啊 你十年正綱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四個字啊 所以剛剛姚老師講說 中共國台辦昨天這個講法 基本上在幫馬英九 我的解讀不一樣 我的解讀就是說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 中共的國台辦 如果中共都不表達意見 是不是要幫蔡英文呢 我也不認為這樣 但是我認為中共在幫他自己 因為他認為他必須要明白表達 他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 我不能夠接受你一個台灣在意黨 可能變成中華民國總統的蔡英文 你可能把我一個目前兩岸 可以溝通的渠道 九二共識的完全說沒有 所以我舉個例 這下法律上一樣 好像說我不承認我們雙方的契約 如果九二共識是一個契約的話 但是我主張繼續分紅 這樣可以嗎 分紅就EGFA嘛 讓利的或者互惠的我都要 我要求你繼續 你要大局為重啊 你中國民族要好好生死熟慮 我跟你道德勸說 但是我們雙方的契約不再存在了 請問你 你如果是低約國你同不同意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今天 他這個否定九二共識 就創造出在法律看法當中 如果是兩個公司互斷的話 就是這樣的結果 我自己的契約不遵循 但是未來分紅包分錢 我都準備不 天底下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可以尊重蔡英文 可以說九二共識不存在 但是我要求你一定要提出 超越九二共識的架構 如果九二共識是目前兩岸 可以和平發展一條橋樑的話 那你現在這條橋 你說我不承認有這條橋 那可以啊 那不承認這條橋 你創造一條橋 你告訴我們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運盆講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你用公投去決定說 承不承認九二共識 我現在就是不管公投結果 或要不要公投 你至少要有一個取代性的架構 取代性的論述 否則你對人民不負責任嘛 你不能因為你的一邊一國的論述 你台獨的意識形態 你就把台灣 把整個兩千三百二人 苦心機率創造出來的 一個兩岸和平發展 你完全就把它帶到一個動盪的邊緣 立民要回應他 所以如果中共是真的要幫馬英九的話 他不必現在那麼早就講話 他一定要表態了 所以他要表態我認為他不是幫馬英九 對自己如此有利 沒有九二共識他就慌了 他沒有辦法解決台灣問題了 會亂了 那我們就問這個話 那就嚴重了 搞了半年九二共識對中共最有利了 那為什麼嘛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中國對九二共識的理解 是各表一中 扣死一個中國帽子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還能夠去堅持嗎 那馬英九就趕快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在想說 那也許不是 因為本來馬獎的九二共識 是跟中共講的不一樣 勉強還有內容都不同 因為馬獎的九二共識 是一中各表 我們還表一個中華民國 他不是 所以你如果要替他的本位來論述的話 那是更危險的 那沒有關係 各說各話 可是也創造出來 這三年來糧交流融解 這麼多的協定 這麼多的經貿交流 可是我們不能回應他的九二共識 我們萬萬不能回應 說他們不能丟掉 我們講的九二共識 我們認知的九二共識 那那個名詞 主體性在我們自己嘛 對不對 我想意思意思是說 九二共識是國共論壇以後的九二共識 我想他意思是說 我們各自尊重意見 但是我覺得 北京在不到二十幾小時立即回應 他沒有反應得默認蔡英文這個 他非反應不可 第二點還有一個更重要因素 明年十八大 習近平李克強現在他們大動作 你看李克強到香港 習近平年底要到美國去 他卡在明年十八大接班 二月兩會開始到十月 如果台灣萬一他是不能掌控的 萬一他當然緊張焦慮 只是說我發覺到北京的焦慮比 幻南還快 幻南處理 宋主席是冷處理 但北京對蔡主席的反應會很快 第一點他非反應不可 背後他的接班體制問題 他非反應不可 所以兩岸問題從來就不是台灣內部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個關鍵 那現在討論說 OK台灣內部有共識要接受這個 我跟你講 如果說所謂一中各表現在不接受 那有沒有新的一個替代的論述 這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我講難聽一點 老共不只有台灣問題 他有僵讀問題 他有藏讀問題 他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我說一中各表 內容既不是一中 也不是各表 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我覺得就是擱置 就是不要再討論這個事情 那要把這個 根本沒辦法解決的事情 再拿回來再討論 那就是變成大家要爭議的問題 那剛回到這個胡大哥說 中國這個皇帝大 一向可能會用一些高壓或者懷偶的手段 那我們是選完以後是要測試它的底線嗎 我們現在是要測試它的底線嗎 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在這個共識底下 我們能夠有其他的作為 我覺得我每次 為什麼我覺得台灣為什麼不進步 每次選舉完了之後 就開始重新檢討 九二共識是不是存在 核事件的時候 是不是要發電 每次都回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台灣還會進步嗎 我覺得這樣沒有意義你知道嗎 為什麼 如果說蔡英文認為沒有九二共識 而且這個運鵬說 九二共識絕對不是民進黨主黨 OK 找一個 因為所謂的共識 一定要兩岸都可以接受 你找一個真的對岸跟我們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一台各表 我們台灣認為我們是個獨立的共和國 你認為我們是中國的一審豪 這個東西對方可以承認 我們就來簽一個新的一台各表 可能嗎 你可以嗎 但是我不要聽說 等你我上任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開玩笑 這個東西是你之前就要跟我們解釋清楚的東西 你上任再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投票啊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民進黨那個典型的反應 這反應也是可以做談話材料 等一下請教輝文 民進黨華為人陳其邁 當然他有他的指標之外 我把他講的重點 大概講一下 中國大陸應該承認台灣 是個多元民主社會 有不同的想法 政黨倫敵的常態 他特別強調說 我是繼承士 其實 蔡主席的這個論述裡面 不無 我說不無將 北京一軍的味道 就說 等我執政 你會跟我談不可 過去 港澳這個運輸在談嗎 他說沒有兩會協商沒有 你們過去八點也沒有不談啊 也有什麼金門協議啊 民進黨吃定這一點 其實蔡主席有點吃定北京 那北京有點惱怒 那蔡煌郎說 國共聯手打壓台灣主席 馬仲一貫輕忠事實 我這是更重的論述 陳其邁是比較四平八晚的 蔡煌郎比較說 你看 阿強跟國民黨在供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不要供這樣 這定性論述嘛 對 這個剛剛運鵬兄的分析說 這一次的兩岸篇的這樣丟出來 對民進黨的選情沒有不利 我尊重他的研判 但是我看的不是民進黨的選情 我不是民進黨的 對兩岸關係是利還是不利 顯然是不利 如果蔡英文丟這東西 然後蔡英文當選 蔡英文如果落選了就滾到旁邊去 回學校教書就沒有人要談他的 如果蔡英文當選 而且真的這麼幹的話 對兩岸關係是絕對的不利 那中興兄我引用的陳其邁他是講另外一段話 他說原來過去這三年來的各項協議 都是在有政治前提的九二公司下簽署 陳其邁你講的不是廢話嗎 包括ECFA都是在有九二公司前提之下簽署的 那如果你這樣子你這樣贏那你ECFA就不要啊 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陳其邁 講的自己都矛盾了 我要借用剛剛吳玉軒講的那個理論 就是說這個公司的契約 如果這個契約沒了 然後什麼紅利古利薪水一直發 那要怪誰 當然是怪發錢的人嘛 你自己要揮到我戶頭來的啊 我們契約已經沒了啊 民進黨已經毀了契約 你繼續把那個錢一直揮到戶頭來 你要怪我嗎 當然是要怪那個發錢的人 那發錢人是誰 就是中國啊 你說中國我們就 我要跟大家講齁 此一時彼一時啦 以前的江澤民朱鎔基 1996年的什麼台海危機什麼的 那個時候中國還沒崛起啦 嚴格講還沒崛起 雖然是個大國可是很窮啊 現在我們跟人家簽了ECFA 我們很多地方靠人家 我不是說 因為中興大哥我也不怕紅帽子的啦 我怕你這個我也不怕紅帽子 我們講清楚說 如果沒有了會怎麼樣 陸資 陸生 陸克 什麼ECFA都取消了會怎麼樣 要跟大家講清楚 如果大家做好決定說好 我們就用耶 我們台灣人最用 好 我們都回答英文 然後全部都停了 大家全部從頭來過 買嗎 買我們就倒蔡英文啊 好 那就倒蔡英文開始過苦日子啊 不就不要再假了 其實我覺得阿強啊 這個國台辦的層級還不夠 我希望再高一點出來 講白了 我不認為這個是恐嚇台灣人 現在跟大家講清楚說 我們很多東西跟中國密切的結合 你不要結合了 你不要九二共識 那講清楚 會有什麼後果 然後大家做選票的決定 把明年的總統大選 當成九二共識跟ECFA的公投 你認同的投馬英九 不認同的投蔡英文就這樣 好